连续做事已经16年了 那这16年其实地方已经都知道说 其实找很多事情找许淑华就会搞定 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当年以美女刺客之资 投入议员选战 这次她将再度挑战信义松山区立委 对上国民党议员许巧新 我是为民服务他是为党服务 有很多人跟我讲你为什么不上政论 后来才思考说其实我要的是知名度 还是要支持度 如果我要的是知名度我就上政论 我不断上政论一直骂人一直讲 就有了 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 面对对手开地图炮猛烈攻击 许淑华直说又拿出政绩与政见 说服中间选民 她的原则是不做政治口水的对象 她也还年轻啦 我跟她骂一骂去是两个女生在那边斗嘴 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没有任何帮助啊 2020选的时候我的那个选举主族叫做为你 为你而战 为你而战的原因 那个战其实是帮民众捍卫权益的战 而不是去斗争别人的战 其实许舒华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博士 是要说自己本来对艺术比较有兴趣 参与政治是责任 我从政的原因不是因为她要我从政 而是我自己觉得说很多人需要帮忙 每次出去 只要是民众看到我 然后他们主动看到我是在微笑的 而不是讨厌的那种表情 看到我不断的来跟我讲说 谢谢你上次帮过我什么什么 我觉得只要我听到这些话 我其实我就很感动 她认为选立委就要有做个国会议员的格调 松信区立委之争 新华大战还有的打 几个时间让你准备